再來看今年的環太平洋軍演 公司新聞也採訪 加拿大的順風南 溫哥華河 這次的軍演在兩年前 也跟美國的軍演 再來台海的附近 在這次的軍演也有很重要的任務 另外 義大利是前一次參加軍演 派出最新的順風南 因為義大利是北洋的新緣國 我解釋認為 義大利也很重視印太地區的合併和穩定 公司新聞現在登上的這艘 就是加拿大巡防艦溫哥華號 國人一定不陌生 因為他除了參加上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之外 他在軍演結束之後 還跟美國的軍艦長一起穿越台海 加拿大巡防艦溫哥華號 是環太平洋軍演的模範生 今年依舊不缺席 再次參加 溫哥華號擁有豪華的武器系統 加拿大皇家海軍 大方讓媒體直擊 NK48垂直發射系統 搭載進化型海麻雀飛彈 反制碟軍超音速反艦飛彈 喬德市公視新聞 在拍攝主艦炮的時候 與停靠在夏威夷 西卡摩聯合基地的美軍潛艦合影 溫哥華號配有強大的火力 像是搭載了進化型的海麻雀飛彈 以及魚沙反艦飛彈 還有重型的魚雷 展示了他具備了防空 反潛反艦的能力 而此外 他在參加環太平洋軍演的期間 為了說要一起集成塔拉瓦號 他在抵達夏威夷之前 以及進行了這個實彈操演 集成了兩艘小型靶船 公視新聞也進入溫哥華號箭橋 也就是船艦的雙眼 一天24小時都有人員值班 確保船艦能安全穿越海域 我們現場也詢問了指揮官是說 今年的溫哥華號 在參與環太軍演之後 會不會再次穿越台海 德國則派出巴登福藤堡號巡防艦 同樣也讓媒體捕捉防空飛彈 反艦飛彈 值得注意的是 巴登福藤堡號近年才進行改造升級 擁有最現代化的貨運能力 船艦續航力更是一大亮點 意大利是第一次參加環太平洋軍演的新同學 同時也是北約成員國之一 派出拉伊蒙多蒙特庫克利號 這艘新型巡防艦 去年9月才正式服役 大方展示艦載機AW101挥背準直升機 而從艦橋的內裝設計 就可以看出蒙特庫克利號 與舊型船艦大不同 電子螢幕版面新穎 駕駛艙充滿高科技感 還有專屬的戰情勢 能進行戰場情勢分析 提升作戰層級 真的意大利是否透過軍演 加強在印太地區的支持力道 蒙特庫克利號艦長強調 這不只是演習 更多的是包含對話 相互了解 建立外交關係 推動跨國合作 記者黃石橋朋友組 在夏威夷的採訪報導 撹砰國合作 還可以 我